約三百位志工齊聚盧州禁思堂 要進行一年一度的歲末大掃除 雖然每個禮拜我們都有志工打掃 但是一年一次 希望能比較深度地 把它打掃得很乾淨 讓大家覺得 有過年的感覺很開心 志工們新年了家 大伙都用心打掃 特別是各樓層的窗戶 得事先搭高架 才能方便清洗 今天他要做工廠 我就來搭鐵客 帶高架 再來撈水果 再來傳說今天要買東西 我們的東西傳到便宜 大概做就很快了 落大的禁思堂 志工們注意的都是小地方 包括鑲嵌在天花板上的風扇 窗戶的滑輪溝槽 還有屏風的木條 每個小細節都務求一塵不染 就像打掃家裡一樣 歲末年中要大掃除 然後我覺得大掃除 應該也是把自己的心 心也要掃除一下 之前都是被服務 然後希望說有機會能夠 也服務別人 希望能讓我們的睡墨祝福的場地 能夠更乾淨 禁思堂的里里外外 如上到下 志工們打掃得煥然一新 也用這份親近迎接新年 大愛新聞這是美之溝 林秀平 王有路 台北報導 除了